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接着学习第二单元 证明安拉存在的理性证据 归信安拉是人类的天性 也是必须的 择无旁贷的 就像天父的聪明才智一样 每件事物都有发明创造者 这是人类的共识 如果人类观察宇宙和宇宙的千奇百怪 那么他必然知道 这些千奇百怪的万物 不是偶然存在的 而是必须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 安拉存在的证据 个人和全人类迫切归信造物主的信仰 在证明造物主存在的证据出现之前就产生了 人类不论怎样回忆 他在过去何时产生信仰 他都确定不了这一时刻 这种信仰默默地发展 而且对他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们心中的这种信仰就像身体的主要器官 在不知不觉地发展一样 毫无怀疑 这种信仰是在母亲的摇篮 和家庭启蒙教育的影响下 在生活旅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无论是学习 研究 或是环境造就都给我们的情绪带来了微妙的变化 在人类童年时所发生的一切 同样在各民族初期也要发生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带着天性的信仰 这种信仰包括造物主力量的存在 它保护着宇宙 向世人公正裁决 不论在现世还是后世 都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古人信仰安拉和对造物主怀疑的领域不断升级 所以安拉连续派请众先知领导人类走正道 并以奇迹援助他们 这些奇迹是人类望尘莫及的 以便人类相应 并坚信他们是安拉派请的使者 这样他们会重新走向正道 至于近代人的理智 以前的奇迹不仅对它毫无作用 而且理智和理性成了近代人思维的第一途径 因此宗教需要显示新的证据 证明造物主的存在 泰勒主教诽谤伊斯兰说 先知摩末德在宗教的难题中 公开禁止使用任何的理智 因为安拉的存在 不可能举出证据 也不能演绎 解放理性 绝不是古兰经的基本方针 这种妞论即将真相大白 它与真理毫无关系 令人吃惊的是 正好相反 伊斯兰是各宗教中 唯一利用理智 解决宗教的一切事物的 对造物主存在的证据 尤其如此 号召归信安拉的古兰经经文 是建立在人类的理智和天性的基础上的 且把他俩作为信事加强信仰的途径 这里我们将举出一些证据 让大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自行判断 伊斯兰是怎样崇尚人类理智的发展 通过理性而能发现宇宙的许多奥秘 这足以证明有一个明着的造物主的存在 它按这种形式和自然规律 把万物创造的尽善尽美和有条不序 这个宇宙的创造是安拉存在的最大的证据 当我们观察巨大的星系和生活的地球时 我们眼花缭乱 目瞪口呆 心怀恐惧 感到十分的惊讶 增加了对造物主的伟大信念 古兰经很多经文号召人类去观察宇宙的创造 并探索它的奥秘 以便加强振兴 排除怀疑 安拉说 你说 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 一切迹象和警告者 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无弊异的 古兰经第十章101节 又说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天地的国权和安拉创造的万物吗 难道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受限或许已临近了吗 此外 他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 古兰经第七章185节 古兰经明确宣布 魅图在观察宇宙及其精妙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和规划后 仍然执迷不悟 那么再没有比这些更强有力的证据 同样 其他证据也对它无效 广大的信仰者 以宇宙的形成证明安拉的存在 正如安拉说 安拉本真理创造天地 对于信道的人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古兰经29章44节 又说 天上地上 在信道者看来 其中有许多迹象 古兰经第45章第三节 但是宇宙是什么呢 天文学家回答说 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元 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一元 银河系只是太空中的星系的一元 另外还有流星 行星月亮 彗星等等 那么包括太阳和其他星球的星系 银河系中有多少星星呢 如果我们用肉眼看 那么不论在北半球或是南半球 显示出的所有星星都超不过6000 当我们用望远镜看时 情况完全不同 银河系的数量超过100百万 每个银河系 容纳几百万颗燃烧的星星 上述星体 与太阳相比如何呢 太阳就像我们在太空所看到的其他星星一样 我们看到的太阳是巨大的星星 那是因为它距离我们很近 它是一个中型行星 现在发现的最小的星星叫 法尼玛宁星 它比地球大不了多少 像这样的百万个小星星放在太阳中时仍有空地方 还有双子宫星 一样的大星星 它能容纳几百万颗星星 其体积就像太阳那样大 甚至更大 这些星星离我们多远呢 包括地球的太阳系 由于和太空中其他星星的距离非常遥远 而自成一体 请看以下的解释 太阳最少离我们九千三百万里 距离月亮大约四百倍 若我们要测量其他星星的距离 那么十亿远远不够 甚至需要一万亿 因此天文学家采用光速衡量 天文学家估计它的速度每秒为十八万六千里 太阳系中最远的行星叫不露土 它的光速到达我们需要四五个小时 而太阳系以外最近的行星 其光速到达我们需要四五年 天文台和望远镜看到最远的行星 离我们二十亿光年的距离 现在已经清除太阳系围绕着中心轴 缓慢的转动 同样 其他的星系也围绕类似的中心轴转动 宇宙间的十亿有条不续的 有规律分布的行星 及其按照一定的轨迹运行而不发生冲创 这正是古兰经所引证的 我必以兴肃地没落出盟事 这却是一个重大的盟事 假若你们知道 古兰经五十六章七十五节 上述经文 假若你们知道重大的盟事 证明了古兰经是安拉的启示 这种表达法只有现代天文学家才能掌握起奥妙 那是发明了望远镜后 看到了宇宙间从未看到过的森罗万象 爱因斯坦说 我的信仰包括对无限崇高精神的谦逊和喜爱 这种精神是通过我们有限的理智所了解的 稍加分析就会明白它的奥秘 这种内心确信崇高的 有哲理的力量的存在 这种力量 我们能在深奥的宇宙中可以感觉到 并且 我的智慧告诉我 这力量就是主宰 博士马雷塞汤里昆吉东说 宇宙间的一切见证安拉的存在 说明安拉的全能和伟大 当我们的学者揭示宇宙的现象并进行研究 甚至应用求证据的方法时 那么没有比观察安拉所造化的迹象 更多更好的证据了 面对宇宙和它揭示的奥秘 难道我们不用理智 归信和服从造物主吗 这里我们再次重申 古兰经肯定的事实 天地的创造 昼夜的轮流 在由理智的人看来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他们站着 坐着 躺着纪念安拉 并思维天地的创造 他们说 我们的阳主啊 你没有突然地创造这个世界 古兰经第三章190-191节 好